彰化現文化局為推動歷史老屋修善及活化 辦理歷史老屋活化再利用補助計劃 縣長王惠美呼籲符合資格的民眾或團體踴躍提出申請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針對中華館來的老屋修善 也提出這個記者會 除了我們管政府給他去 有另外一條年來的變略議選以外 我們文化部在六港台區有這間 那另外的文化部還有一個私有建築的一個修善 所以總是有三個各位歡迎我們有議員的鄉親 可以來文化局來自責 希望說我們的鄉親共同來守護我們的文化資產 讓我們的老屋能夠保存下來 陸港正成義商號為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前 陽樓市立面與敏市街屋的三連洞行事 在109年底修善完工後 與美周末開放民眾參觀修善後的裸屋風貌 期望能以家屋的建築之美 喚起陸港街尾街區的歷史記憶 因為這個房子荒廢三四十年沒有用 已經就是屋頂都已經塌了 如果去申請歷史建築什麼變數太大了 所以就用申請這個老屋修善補助是最快的一個方法 陸港正老屋補助至極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申請 其他鄉鎮市歷史老屋者可參與 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彰化縣後續將在田中西湖及福星古昌辦理 擅長老屋修善說明會 王縣長呼籲大家一起來加入老屋樹善行列 結合公司部門的力量攜手延續彰化線內城市與歷史的發展脈絡 公益頻道黃石亭入港採訪報導